这个视频我们要来介绍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及其诗歌创作 屈原名平自原 平代表执法平正的苍天 原代表广阔无银的大地 所以又名正泽自邻君 邻君就是美好的土地 屈原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 也是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 屈原简直就是上天的宠儿 他天生英俊有着潇洒帅气的外表 又出身高贵是楚国的皇室成员 而最令人羡慕的是人家才华横溢 年仅23岁就官至左图 成为楚怀王最得力的助手 在屈原的辅佐下 楚国一度国富兵强威震诸侯 但是屈原很快就遭到了小人的嫉妒 上官大夫等人联合起来陷害他 使他失去了楚怀王的信任 从此上天的宠儿变成了人间的器人 屈原先是被贬为三吕大夫 后来又被流放到了影都之外 最后干脆被赶到了丛林茂密 毒蛇横行的香水 远水一带 是的 屈原从此就抑郁了 因为满腹的才华得不到重用 更痛苦的是 看着楚怀王被小人蒙蔽 却无力阻止 而自己深爱的楚国将面临灾祸 忧郁的屈原只好提笔而出 将满腔的悲愤写进黎骚 把这君王的眷恋写成九歌 更带着对真理的追求写出了天问 再写九章 再写于父 一篇篇华丽的诗歌就这样诞生了 可这些满载着屈原情感的诗篇 却拯救不了他的楚国 楚怀王刻死在秦国 几年后 楚国的都城也被秦军攻破 楚国灭亡的命运摆在眼前 屈原不忍离开自己的祖国 便来到密罗江畔 居身投入江中 百科爱国之心 永远留在了南楚大地 屈原毕竟是上天的宠儿 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却凭借着黎骚等书写痛苦的诗篇 登上了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的宝座 极致的浪漫正是屈原诗歌当中最大的特点 首先屈原的创作都是发愤以抒情 面对现实的黑暗 屈原喊出的是 举世皆拙 我读清 众人皆罪 我读醒的孤独 面对心中的理想 屈原写下的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 看着楚国一天天衰亡 屈原 常态兮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奸 他泪流满面 哀叹的是百姓的生活多么艰辛 屈原也曾发誓 异于心之所善兮 虽久死其游未悔 为了把理想变成现实 即使死多少次 也绝不后悔 屈原诗歌中这种强烈的情感 正是浪漫主义的体现 屈原诗歌浪漫的第二个表现 就是大量华美飘逸的想象 离骚之中 屈原对现实失望之后 便想象自己飞到了天上 却寻找明君 屈原乘上囚龙拉的车 穿过茫茫风尘 飞上了天 早晨从南方的苍无山出发 傍晚就到达了昆仑山顶 他们在太阳栖深的地方 稍作休息 又继续飞翔 月神赶来 在前面带路 凤凰护卫在身旁 太阳神为他驾车 人面鸟身的风神飞连 也紧紧跟在后面 他们穿过浓密的云层 又陷入彩虹的漩涡 却仍然坚持日夜不停的飞翔 这样宏伟壮观的画面 这样不可思议的想象 你是不是也惊呆了呢 屈原诗歌浪漫的第三个表现 就是大量运用象征的手法 屈原的诗歌中 反复出现秋兰 屁纸等香草 也不断出现了各种 山神美人 而他们都有着 特别的象征意义 象征着什么呢 下个视频 离骚选段赏西 我们再来揭秘 总之 强烈的情感 飘逸的想象 大量的象征 构成了屈原诗歌的 浪漫主义特色 连最以浪漫著称的李白 都盛赞 屈平词赋 玄日月 说屈原的作品 可与日月争光 永垂不朽 请不吝点赞